叫我岳鹏杀你杀播了 叫我 他什么 我今天是没有 岳鹏 只能八九十了 再来吃 你还老人说 他就没有了 虽然老两头 把岳岳惹生气了 但最后还得把人哄回来 在郭德纲的心里 早已把小岳岳 当做自己的亲儿子 十几岁就跟着我 不是我生的 但是是我养大的 跟着我一起住 跟着我一起吃 买衣服 给他零花钱 交给他 一直到上台 到逐渐有了名气 有的孩子呢 你比如像 对罐站的这个 这个是从小 连打带骂到今天 到现在 跟我亲儿子是一样 就算当初赵本山 想要他 老郭也没有同意 这走啊 我不走 大爷可以要你 我拿他换小沈阳 你换吧 当然小岳岳 虽然老郭 心为的一件事 还是他给自己 送的生日礼物 如今 岳岳作为德云社 特殊的存在 他跟孙岳不属于 任何一个队 甚至他的商演 都不归 鸾云评管 就连郭德纲 都调侃小岳岳 这不是一般的演员 这是我们这两年 最红的演员 岳云鹏能有今天 跟他踏实努力的性格 分不开 不过也正是因为 他经历的非常多 才给他的戏剧表演 注入了底色和味道 这一路走来 岳云鹏也成为了 历史人生的代名词 大家喜欢小岳岳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会